像这样的工业膜藏用来固定 或者是打包物品 不过使用完别急着丢 因为它可以回收 目前政府单位还没回收工业膜 但持续收 只是工业膜又黏又紧 再在考验环保志工的守进及智慧 硬拉我们曾经硬拉这个手都受伤过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不能硬拉 所以就要非常柔和这样慢慢 拉不开的话就剪刀把它剪掉 就这样 撕开来后还得依照干净度分三等级 这样的它可以去洗一洗再去做 制造颗粒 有比较白比较黑 干净的 这个大白了它做起来是 那个颗粒比较白 把工业膜送到塑胶重置工厂 依照等级进行分解 我们回来了 因为我们事先都有分裂 由此实际这边制工来讲 它已经把这个等级分裂出来了 所以说回收再造出来的环保力 它的等级都是一样 这些塑胶粒经过催膜 可再做成塑胶带 工业膜或是塑胶筒等生活用具 最多可再生五次 彻底循环利用 大家新闻将新王朝中 高雄报导